秘鲁是世界文明古国 印加文明发源地 秘鲁深厚的历史底蕴 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给习近平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也由衷体会到 两国关系的旺盛活力 和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秘鲁是中国在太平对岸的邻居 中国秘鲁两个世界文明古国 在历史的长河中遥相辉映 2016年11月 在秘鲁立马 习近平出席了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室 并参观天涯若比林华夏瑰宝展 现在他的秘鲁还没发现 这些人的秘鲁是在那里 我的秘鲁还比较浮复 比赛的秘鲁 秘鲁的秘鲁是中国人 秘鲁的秘鲁的秘鲁 秘鲁的秘鲁的秘鲁 秘鲁的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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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总统 秘鲁总统 伯鲁阿尔特 今年6月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月26日 他来到深圳南山博物馆 参观了太阳的子民 印加人和帝国四方之地 专题展览 华夏文明和印加文明 两个独具特色的文明 虽然相隔整个太平洋 但文化的交流 从未因此断绝 两国的文化交流 可以追溯到16世纪 中华文明和印加文明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交相辉映 作为环太平洋 重要新性市场国家 和全球南方 重要成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编局 两国应该运用文明智慧 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 做出新贡献 秘鲁是中国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 早在四百多年前 中碧人民跨越大洋 拉开了双方交往的序幕 2016年 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国会的演讲中提到 多年来 旅居秘鲁的华侨华人 同秘鲁人民一道 同甘共苦 自强不息 艰苦创业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130年前成立的中华通汇总局 为促进中碧关系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所小学始建于1903年 是开平第一所 由华侨捐监的学校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这个主题的就是 我们学校跟我秘鲁的学生 大家互动开平 已经跟秘鲁的故事科室 秘鲁的那个友好同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博健小学的 梁彦亭同学 我们的教学楼 很漂亮的哦 今年五月底 秘鲁国会将每年春节前后的 二月一日定为 秘中有益日 以此表示 对华人移民特殊贡献和价值的认可 在2016年这次演讲中 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 这样一位秘鲁友人 及叶莫先生 翻译了大量的书 这个 他自己是好几部电影的演员 这样呢 对全部我们中国文化 跟国外的交流 对国外了解我们中国文化 中国的这个历史也有 这样的美好片段和感人故事 还有很多 他们都是中碧人民深情厚意的 生动写照 将永远镇刻在 两国友好交往的史册上 中国有句古话 人生乐在乡之心 中碧两国人民历来感情相连 心灵相通 近年来 文化上的认同 人民之间的往来 也推动了中国与秘鲁在经济 科技和医疗等领域开展更多层次的合作 秘鲁首都立马以北约80公里的前凯湾内 一座现代化港口向海而立 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标志性项目 前凯港 建成后将有力提升秘鲁海运效率 从秘鲁海到上海 已经成为一句流行语 招致着两国福利合作的广阔未来 相信将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这计划带我们的秘鲁海运效率 今年6月 毕鲁总统伯鲁阿尔特 通过在深圳 上海 苏州等地参访 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有了切身感受 也从中看到未来的希望 当看到海格双城公共巴士 行驶在总统府大街的照片时 伯鲁阿尔特总统时不时的微笑点头 表示自己经常看到这一场景 印象很深刻 他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能有更多的海格纯电公交 为秘鲁人民服务 目前中国已经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 对外开放 同世界和亚太各成员 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尽量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